專業的鳳胎的起上報告 如果這個鳳胎有一個影響到的館期 就是台東館跟隔壁的華年館 不過這兩個館期都要上班上課 說影響到當地民眾的部門 民眾認為這個起上教 以保留一個佛容 可能會達到四百合米 這已經達到停班停庫的標準 為什麼不效勤 早上就我們到館長的臉書來賣完 希望小長可以多多為民眾來接送 因為我們災害面中心今天是一級開設 所以我們各一旦有災情 我們會立刻相對應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目標 目前會持續觀測中 以後起上教的火水 以保華年和台東都紅到番茄 先去八點到民眾 在八點綠植火龍 以保已經達到停班停庫的標準 就算是這個狀況 還未達到這個標準 不過風和火都很大 不然民眾會這麼晚餐 現在可能比較有機會 停班課的可能是秀林萬榮跟佐西 因為在山區雨量的話 目前看起來預估會最高 可能會達到四百 那我們會密切關切 現在的降雨情信 早上出門對著大風大雨 心情動人的受到影響 竟然怕說會發生意願 管政府強調說 對它依照停班停庫的標準 應變重心也會繼續關心 實際進行 各地鄉頂市公司 也都全部交出動 折騰狀況隨時做修正 進行